在乱世中运筹帷幄 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有名的毛史 尽管他们不能在战场上亲自上阵杀敌 但是却撑起了两个国家的命脉 而在乱世中运筹帷幄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挥斥方求 克迪千里之外要说三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 同时也是异议最重大的战役 当属赤壁之战 而赤壁之战中周瑜诸葛亮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举 但这两人肯定不是两军阵前1V1的角色武将 周瑜和诸葛亮之所以能在赤壁之战中 面对远远强大于自己的敌人而胜出 靠的正是过人的谋略和智慧的头脑 所以说尽管两军交战时代军的武将十分重要 但是在军营中运筹帷幄的军师却绝对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毛略过人 掌 共权局中城王三国历史上 另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毛氏就是司马懿 尽管在历史上 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正面对抗上 司马懿看起来都是列战下风的 但是他审视度士的性格和其深远的政治眼光 也使得司马氏最终夺得了整个三国最后的统治权 所以说一方诸侯不仅要能英勇善战 同时还要熟知兵法 当这些都做到了之后 懂得清楚地分析当下的政治形式 并做出正确应对也是极其关键的 司马懿做到了这些 最终司马氏也夺得了整个江山 展开全文乱世重塑 如何一统天下每个历史迷 都肯定想过回到过去的乱世 一统天下 体验一下乱世诸侯的人生 到九州节手游的世界中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九州节手游是基于三国乱世为背景 而设计出的战争手游 整个游戏中无论是文臣武将的配置 还是战役要素的设定都相当的真实 同时九州节手游中还设有粮草内政 国战同盟等等的在真实乱世中会涉及到的内容 可以说对战争的还原程度十分高 而玩家们则需要用自己的智慧与谋略才能一统天下 在乱世中如果你不强大那就注定任人宰割 九州节手游已经在全平台公测了 如果你也想体验运筹帷幄的诸侯人生 那就赶紧到游戏中去称霸群雄吧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